今晚新聞線爆內部追蹤一下 歡迎上線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武漢肺炎疫情升溫 我們來看看台灣已經提高了 防疫的層級了 從明天開始 你即便是從香港澳門 你只要轉機回來台灣的話 就必須要自主隔離14天 這不是吹毛求疵 而是真的有人光是在香港轉機 就罹患了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 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小三通暫停 還有對中國除了五大機場之外 其他所有的城市的航班 也全面暫停 能夠不要去對岸 現在就盡量的把這個行程給減少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湖北封城之後 現在傳出很可能 軍方會接管武漢的消息 那麼事實上在武漢 除了一般媒體已經曝光了 火神山 雷神山 以及方艙醫院之外 事實上呢 還臨時蓋了一個野戰醫院 這個醫院是專門來收治武警跟軍警的 而當中的疫情如何 完全沒有公開 沒有人知道 而另一方面 我們事實上除了我們台灣 過去也曾經有發生過 封城的事件 到底怎麼一回事 事情又是如何落幕的 我們稍後待會要告訴您喔 好 先來介紹今天與會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自信媒體王二德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江東柏先生 惠敏觀眾朋友大家好 財經專家憲哥 惠敏好 大家好 自信媒體的張文化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還有倫王牧士兵哥 惠敏好 大家好 1月26號爸爸首先出現發燒症狀 28號媽媽出現感冒症狀 隨即就醫 2月6號夫妻倆確診武漢肺炎 成為國內第14 十五例 而親密接觸者兩個兒子 哥哥1月27號出現咳嗽症狀 2月7號確診感染成為第17例 而弟弟完全沒症狀 但病毒量竟然和其他家人一樣高 疫情指揮中心透露 大兒子在2月6號前還去上班 同部門共有11位同事 以要求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小兒子的接觸者還在統計 另外傳出這家4口居住的社區大樓 管委會貼出公告 強調電梯以全數漂白水消毒 每4小時一次 警衛室還提供耳溫槍和消毒噴劑 提供住戶防護 公主號上醫療資源吃緊 陳日生想要做篩檢 卻因為沒發燒不能做 健康法官只能靠自己 鑽石公主號郵輪再傳6例確診病患 目前總共已經有70名確診案例 還有上百名乘客反應身體不適 還出現發燒症狀 船上好危機乘客有的掛國旗 有的在紙上寫字 國旗上面寫的文字就是趕快送藥來 盡可能以各種方式發出迫切的求救訊號 船上有不少乘客是70歲以上的年長者 罹患慢性疾病的比例相當高 由於很多人都沒料到 竟然會在海上被隔離14天 帶出來的藥物已經快要用完 船上又陸續出現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乘客性命安全 最新影片曝光報平安 在寶瓶星號上當初唱歌手的劉明豐 因為是員工每跟台灣籍乘客一起下船 寶瓶星號上包括劉明豐 在內有四位台灣籍員工 從軌跡圖來看2點44分時迴轉 當時機關署記者會上宣布可以折返基隆港 下午3點多寶瓶星號已經到金山外海 已經穿了8場 卻遇上新型冠狀病毒被困在郵輪上 劉明豐說自己狀況很好 在船上長時間無法與外界聯繫 因為住在甲班以下的船艙員工房內都沒有受訊 目前寶瓶星號在台灣海域內徘徊 如果核准停號最快明天可以進到基隆港 劉明豐和其他三位台人 能不能順利下船備受關注 好我們來看看其實禮拜五 可以說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我們看到廣州封城了 我們看到深圳封城了 不少人呢是人潮車潮想要進去香港 香港會受到什麼樣的衝擊 我們不得而知 而現在慶幸的是台灣是一個海島 有一個天然的屏障 但是台灣過去也曾經發生過封城事件 這在嘉義 不足只有眼睜睜的把他們隔離在這個村子裡面 可是雖然隔離你的台東縣它還是爆發 你爆發了以後北邊的宜蘭的禍亂 跟南邊的台東的禍亂 那花蓮沒有禍亂 那花蓮呢那個時候縣長叫做張文成 張文成他就組織了民兵部隊 所謂民兵部隊因為 北邊我派兵駐守 我派兵駐守 就是宜蘭人 那你不准進入到我的花蓮來 然後南邊的台東 他說你台東人你也不准進來 但是台東他還有一條小火車 他就在台東那邊設立關卡 把那個鐵軌拆掉 就是說你最多只能開到台東縣境內 你開不到花蓮來 這樣子封城各位封禁 整個花蓮縣的封禁各位曉不曉得封了多久 封了將近兩個多月 那封了兩個多月 那花蓮的物資其實並不缺乏 為什麼並不缺乏 因為他旁邊就是日本就是美軍佔領區了 就是靠近羽納國島 那一些美軍的物資源源不斷的送到花蓮來 但是依然跟台東的卻享用不到 這也就是說台灣史上境內 第一個叫做重安事件 重安事件是禍亂引起 他不但封鎮而且封禁 整個花蓮封禁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時候國民政府到了台灣 對台灣的傷害那有多大 好我們來看看 這是因為禍亂治理不當的關係 導致封村封城甚至封縣 再來看我們曾經因為蚊子的關係封島 不過這個島不是台灣島 好你告訴你 對那其實台灣來講 在最近這幾年 一直最讓我們很困擾的就是登革熱 登革熱叫做天高月 登革熱其實是西班牙語 天高月是日本語 所以我們說天高月天高月 其實叫做骨痛病 因為登革熱開始的時候 第一發高燥 第二骨頭會痠骨頭會痛 那麼今年來說 2019年古年的時候 台灣總共有六百三十九粒 幾乎夏天就來了 蚊子就來了 最主要是蚊子的問題 然後蚊蟲的問題 那高雄來講 我們也看到高雄也因為 所以其今有一個女性的一個攤商 他得到登革熱 然後整個市場就修飾兩天 整個做一個大消毒 那登革熱其實在一八七三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記載天高月了 那一八七三年後來 日本到台灣的時候 在一九十二年二戰的時候 因為家家戶戶 因為怕米軍等毒瓣的時候 有火災 所以大家都要用那個湯 木湯 盡量可以吸水 萬一來救火 結果那些水放進去都變臭水 臭水的時候就會生蚊子 蚊頭裡面就有那個登革熱蚊子 登革熱他是人不傳人 但是蚊子叮了以後 他再叮第二個人 他就會傳到 是靠著蚊子來媒介 但是後來國民黨來以後 有一陣子我們都不能出國 那因為我們把國家都鎖起來以後 一下子登革熱都不見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最強 就是說蚊子 包括瓊子 瓊子 ,瓣子 瓣子就是重點廉的時候 重點廉的時候 你十二年目的神經Indian 咬就你要咬不 oui 全花瓣 蜢 happens 三 equipment 臭到地逞 徺ば�他的瓣 很奇怪 今天就碫呆放 中から瓣的時候要咬米灰 tod Scold 半個裡拆過 小時候 靠漆 我相信所有我們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份時代 我們阿嬤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我們臺灣有一個網子 報仇就是連日清 有人說阻殺 用露燈去阻殺 結果他發現說 那個虐文 虐文的決決 他發現就這麼多了 從露燈沒做粉 露燈沒做粉 然後把他壓下去 哦 整個都死了 從這個日本人 他從這個研究 跟他寫作一個論文 第一個掛名是日本人的名字 第二個掛名是連日清 哦 講完之後 我們臺灣生 就是要生立一個虐籍研究所 結果他們臺灣裡面有一個醫生看 他說 怎麼有臺灣人 有一個連日清 競然有發表論文 叫他來 他說你就寫一個 國文寫得很壞 因為國文不好 用去文寫 覺得怪怪 他不是日本人通知 從而用英文寫 他是臺灣第一的虐籍論文 定載在國際刊物 那時候他們說好 那時候研究做工 原來都沒有三錢 但是台年那邊臺灣水泥 他要應打人員 薪水有夠好 他就他老爸說 你去那吃頭路 這個去 薪水是這邊的四五倍 但是吃頭路吃吃 他就覺得他要去讀英文 要讀英文的時候 他就去科調輸台的 我們現在輸完台學 從而讀英文之後 讀英文之後 那時候他退後回來 我們臺灣性成立一個 虐籍研究所 他就說白年要死掉 要去虐籍研究所 他老爸說你讀英文 你心水這麼高興 你不吃 你就去那裡 兩個別的小孩 完結 他就聯絡 離家出走 第二天回來 他老爸認了 我們沒關係 這個孩子 對方才有興趣 到這時候 到退休就在那裡退休了 現在頒給他一等獎章 是 包括我們以前 跟西徽聖多美 那時候跟他有建交的時候 那幾個幾個都捏了 他這個去那三個月 本來那邊人都沒了 他就有辦法了 他很厲害 他看到蚊子 他就知道這個蚊子 用什麼油 再來看看監獄 不是本身就已經 一個封鎖的狀態了嗎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監獄也要整個封監 我記得這件事發生在二科 是一個鯉色 鯉色 鯉帽的鯉 鯉色 剛開始的時候是一個下榜 那個下榜 差不多十五個人 十五個人的時候 頭身有差不多四個人 四個人發言說 辛苦怎麼會長這樣 長這樣 長這樣一直長 一直長 後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 那個 官議員 就送他 衣服寺 你知道以前 衣服寺 衣冠 軍衣就對了 都是 剛學校畢業 然後考上浴冠 沒什麼經驗的 就派去 衣服寺 所以 那個時候這四五個去看的時候 他認為說這個很皮膚病 那個基金會有說 拿著我一招就摸摸摸就好了 你知道軍事監獄 他是比較密閉 因為 睡 這間下榜睡十五個 車 生活什麼都在裡面 暗時 七點 就要帶走廊 走廊是整個鯉色一兩百個 坐在那裡看電視 坐在那裡看電視 所以就開始 為這裡開始 越訓了 因為一下榜 一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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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較嚴重的人是 這樣撩得像 那都這樣 血濃這樣 都撩得像沒辦法 沒辦法的時候 那個時候介護科科長 陳科長 他那個時候發現這個事情 有時候上報 上報典獄長 典獄長來看 發現這個事情很嚴重 開始下令 各軍事看守所 北部各軍事看守所 你這些要送來監獄的 都不能再送了 然後二科到三科 在這個中間封鎖 把戒窗集中在二科里舍 丟到這些人 他們那個時候 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 監獄長上報給軍法局 軍法局緊急派三軍總醫的皮膚科進來 那時候派 好像派四個至五個 你來的時候就沒辦法看 才發現說 這個就是戒窗啊 戒窗要拖很快 有夠快的啦 對症下藥的後 對嗎 對 那然後他們認為是戒窗 然後就開始隔離 一些比較嚴重的 留農留學的 都用美國先丹 都用美國先丹 美國先丹 因為都壞嚴了嘛 對 美國先丹 下去 然後把這些人隔離 那 剩下的 就是禮社全部空出來 移到別的社房 你知道嗎 那麵皮 皮疙瘩 對 撒口 棉被 都要送到外面去砍 這些貝單衣服 他們穿的衣服都上來 這個這個 都要密封喔 密封上來我洗衣工廠 因為我以前在洗衣工廠做幹部嘛 還特別交代要用蒸氣 因為我們在洗衣工廠都有蒸氣嘛 下去洗 洗之後 這裡又砍 之後才可以回來 所以那時候 戒窗之亂 開始之後 整個新店軍事監議 醫護是派一個 老的 比較老的 有經驗的醫生 在那邊當主任 就要做主任 所以說 軍方 他們這 三軍總醫院 對於戒窗 對於戒窗 他們皮膚科對於戒窗 真的是有一套 昨天跟大家講了一個 續命先丹 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運動 今天再給大家一個續命先丹 第二好的方法 就是要曬太陽 尤其覺得說 感到要感冒的時候曬太陽 家裡的醫務什麼 盡量曬太陽 會減少很多的傳染病 再來看看 這真的 這算是什麼 疫苗之亂 臺灣曾經發生過 惠美你想看 現在大家都在致力於 武漢肺炎的藥物跟疫苗 但講到疫苗 大家曉得臺灣曾經發生過 疫苗引爆的政治風暴 大家還記得嗎 尤其是五年急身 那個一九六零年代 我們小孩子一旦發燒 大家都很緊張 那時候不是怕肺炎 是怕說他發燒之後 然後不良運行 小額馬避震 嚴重的終身會殘廢 好啦 那怎麼辦 其實那時候醫療院所 有引進一九五四年 上市的薩克疫苗 他最有效 可是要自費很貴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疫情已經開始肆虐了 那個時候就在一九六四年 當時的臺灣省的衛生署 是署 衛生署長 許子秋 他就透過他跟日本之間的私人情侶 就說你們這邊有薩克疫苗 可不可以捐贈給我們 他還到處去演講 發動募捐 其實他這樣的行為 他這樣的舉止 無非也就是為了當時我們的兒童罵 結果日本答應了 就在一九六五年年初 他捐贈了一百多萬CC 相當於五十到七十萬人份 那拯救多少兒童啊 好 可是日本有交代 這就是這裡頭的一個非常特別之處 其中有七萬份過期了 不過日本特別說 那個時候世衛組織 規定薩克疫苗的期限是兩年 但我們日本人比較嚴格 我們規定一年 所以我們日本過期 可是國際沒有 是 而且他還特別講 他說就算過期 就我們日本一年過期 但是其實只是他的沙克疫苗的效果 會慢慢遞減 但依然有效 ok 好啦 那許子秋認為沒有問題 就進來了 進來也就都施打了 可是呢 人命明明是比較重要的嘛 但是卻為什麼會引發政治風暴 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是這樣 你知道有一些少數的外省 掛的立法租公啊 他們很仇裕 他們當時滿腦子想的就是 哎呦你們日本人 南京大屠殺 還有啊 你是什麼單位啊 你臺灣省衛生處 不過是臺灣省的二級單位 你竟然跳過中央 好立法院就開始炮轟 炮轟誰 但第一個是炮轟 他是頂頭上司 內政部長 廉政東連戰的父親 是 當時內政部長被炮轟了一頭霧水 我不知道啊 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事 因為他沒有被告知 好啦 那他就說 好 下定去查 他現在知道了 他就下去去查 就一查再加上 那個時候 民間輿論也出現了 有一個基隆檢疫所 一位女工友 他就寫信去捲局 他說日本這個疫苗 是要謀害臺灣 敢有這麼嚴重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 歷史已經水落石出嘛 敢有這麼嚴重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 仇日的外省掛的立院諸公呢 就是立委群起炮轟 說你這個內政部長啊 你大權旁落啊 好 不止喔 後來還延燒到審議會 審議會的一些軍系的 不用說也是外省掛的 也開始炮轟 觀眾朋友聽一下 包括臺大的 國防部的 還有院中研院的院士 十一人組成調查轄組 後來認定 日本說的是真的 而且他們也去檢驗了 沒有問題 好啦 那事情到這邊 大家就看出來了嘛 到底是人命關天 還是你政治立場優先 是我不言可遇 這樣搞得人家就不做不錯 我就乾脆不要做事 就沒事啦 對不對 我做了我好心 好 後來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說 沒有 一定死人 結果 哇 剛好 報紙突然登出了新聞 哇 震驚全臺灣 說新竹有一個男嬰呢 他呢就是注射疫苗 可是他死了 你看有問題吧 我告訴你 有時候真的 你記者輿論的新聞 也是要查清楚 後來一查 他打的疫苗 根本不是沙克疫苗 打錯了 他是打別的疫苗 所以也就是說 你這死跟沙克疫苗無關嘛 對不對 那你不是又冤枉啊 可是可是你報紙一登了啊 好 當然啦 我講了這麼多 這個故事當然後來證明 那些疫苗沒有問題 那許子秋的做法呢 也是人命 凌駕於法規之上 因為他的確有些做法是違規的 比如跳過中央啦 比方說法規規定 就是怎樣 要檢驗啊 什麼的 那當然沒辦法救人優先啊 你知道嗎 還沒完耶 還沒完 還沒完 後來還有人又繼續 包括臺南也有人提出檢舉 結果呢監察院就說不行喔 仇人很多耶 我們要來糾正喔 五年之後 臺南有人提出檢舉 五年之後都還要繼續糾正啊 說你許子秋獨職啊 間接殺害民主疫苗 再來看臺灣曾經發生過大鼠疫 也因為這個鼠疫 讓不少人發了一點小小的橫財 我們說日本時代就好了 1896年日本那麼在統治整個臺灣以後呢 他開始跟殺這個抗日分子呢 然後在統治整個臺灣的過程當中啊 結果沒想到鼠疫也帶進來臺灣 從哪裡進來的 從來自於對面的中國廈門 當時的船呢 很多的民間的船是那種帆船的 進來了以後 由台南的岸邊港進來 帶進來這些老鼠 就是我剛剛說的身上有跳蚤的這些老鼠啊 帶進來 所以從安平台南開始發生鼠疫 然後緊接而來呢 從哪裡開始 從這個淡水 北部的淡水也進來了 日本人發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下面呢 他們也發現鼠疫跟老鼠有關係 所以不准這個船靠岸 可是鼠疫還是船 為什麼他們發現 有一次他們在船上終於發現 船雖然離岸邊有一段距離啊 但是問題是 我們船不是都會有那個纜繩嗎 要弄住嗎 老鼠竟然沿著那個纜繩這樣子過來 所以後來他們就規定 所有的纜繩不准用我們現在那個出馬的纜繩 中間一定要有一段用北梯啊 那種纜繩 因為老鼠抓不住會流下去 會流在海裡 所以呢 後來怎麼辦呢 他們就想到一個辦法 那既然是有老鼠來嘛 那我就消滅老鼠 你知道嗎 那我怎麼消滅老鼠 最好的辦法 你啊 全民抓老鼠 包括小朋友 只要抓老鼠 可是你不是真的把那個老鼠整個抓來 因為那個屍體幹什麼也很錯嘛 你把老鼠拿來啊 這個怎麼在固定的一個地方呢 來 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一隻老鼠發獎金 相當於一個小朋友三天的零用錢 然後呢 警戒而來 那大規模來了以後 一張一張彩券就給你 然後到後來實在老鼠太多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抓來了以後 放在尿漆的尾 有沒有 撿那個老鼠尾 那麼這個彩券 半年沒彩一次 彩券獎金最高 曾經高達一個公務人員半年的薪水 然後這是第一特獎 然後再來的話 有這個投獎 比如三個月薪水 一個月薪水 用這種方式鼓勵全民抓老鼠 所以呢 後來啊你知道嗎 當這個日本人啊 他一直到台灣都沒有 經過二十年的整治 台灣都沒有鼠疫 過後在十年 他還繼續發行這個抓老鼠 然後發行這個彩券 一直跟鼠疫在台灣 絕機十年了 他才把這個鼠疫彩券給取消 台灣終於才沒有鼠疫 結果沒想到 等到後來 國民黨來到台灣了以後 鼠疫再度橫行台灣 國民黨也是採取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方式 狠狠七啊 來換中拼 所以後來也在當時對不對 很多小朋友呢 都會去抓到老鼠以後 剪掉老鼠的那個尾巴 來換各式各樣的獎品 都是為了要消滅鼠疫 好我們來看看SARS流行的時候 和平醫院封院 相信大家都是記憶猶行 但是台灣的首次封醫院 並不是因為SARS的事件 其實台灣是有一家非常神秘的醫院 這家神秘的醫院截至目前為止 你網路上只有它的名字 那第二個它裡面沒有所謂的掛號 然後第三個它一般的病人都是 好不像一般醫院一樣可以收容一般的病人 但是這個要收一定階級的特務人員 很多人叫它是特務醫院 事實上它不是特務醫院 它的名字叫做與生醫院 與生醫院是全台灣唯一屬於誰的 屬於軍情局的醫院 軍情局為什麼會有醫院 所以呢情報單位為了避免這些人 感染到其他人 所以他每一次回來都要住到醫院裡面去 那這個醫院曾經住過兩個人 他當然住了很多 他住了兩個人 第一個人的名字叫做蔣經國 蔣經國三番四次的進入泰緬邊境 有一次他忘了服用什麼金雞納霜 就是我們講的奎林丸 他是忘了服用 忘了服用 結果在滇緬邊境被蚊蟲叮咬 那蚊蟲叮咬他回到台灣剛剛好 沒有什麼事 結果呢 他就就發生了什麼 一下子寒冷 一下子熱 這個叫做寒熱症 那寒熱症馬上判定是滅擊 那台灣滅擊已經截擊了 那你蔣經國得了滅擊怎麼辦 你送到一般醫院報紙登了出來 那還得了 那美軍一定要查說你為什麼沒有通報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接受美元 所以他們就把蔣經國送到這個醫院 為了避免這件事情外泄或者是 或者是感染到那個其他人 就把他什麼 封院十天 就是封院十天 我除了治療 其他人不准進來 只有組織醫生可以自由進出 那這家醫院的院長通常都是誰 通常都是蔣介石的御醫 那因為不用通報 美國就不會過來查 還有一個就是曾經台灣在滅緬邊區 有一個叫武漢部隊跟這次武漢肺炎的武漢 兩個字是息息相關 那本來這件事是沒有幾個人知道 但是美國海軍傳染病研究中心說碰到類似病人 你一定要通報 況且台灣那個時候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美軍就有一次聽到風聲就到這家醫院去 到了這家醫院去一個病人都沒有 裡面十幾個大夫 然後他就告訴台灣以後我每一年都要過來清查一下 所以各位要知道大家都說和平醫院是第一家風院的醫院 其實不是 其實真正的是與生醫院 神秘的與生醫院 神秘的與生醫院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時候我看病毒剛開始發病的時候 你以為是一般的感冒 結果是誤診 誤診影響很大 來看看國軍這個案例 誤診之後導致隔離 沒有錯 那最近我們看到高中已經延期這個開學 很多人說那這樣的話 會不會軍營變成一個毒窟 因為軍營如果說萬一有一個染病以後 那整個軍營都垮掉了 那也有人說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國內這個軍營管理的非常好 只要你一感冒馬上隔離 但是有時候因為輔導長 他根本不懂 因為軍營裡面的軍醫 都是一般來講實習醫生 所以他其實對很多的一些所謂的流感等等 他也不是很懂 所以也造成了一個新兵的這個 因為誤診的關係而逝世了 在二零一五年有一個簡姓的一個新兵 在九月入武 入武在哪裡 林口的憲兵的一個新訓中心 那林口新訓中心就離長庚很近 才七百公尺而已 結果他是九月進去 十一月十三就要結訓了 十一月八號他發高燒 發到三十九點五度 那理論上來講花高燒這一定要一定要送 長庚不是最近嗎 沒有 在軍隊的系統裡面 先送先送軍醫 沒有送三種 不然就要就現就裡面的一個醫務室 然後就把他隔離 隔離以後花燒一直不退 一直不退以後 那新兵他家他就打電話回家 那家裡的人說那你旁邊也稍微看一下 又到聯合醫院 又到這個林口的一些小診所看 看起來就像流感 看起來就像登革熱 就是花燒 然後手腳無力骨頭會痛 然後都給這些藥沒有用 到十一月十一號 不行了 那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整個人都快昏迷了 趕快送長庚 十一月十二號就死掉了 那當然這個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醫療的糾紛在裡面 他的整個病症跟流感 跟這個跟所有的登革熱 完全幾乎都一樣 所以物診率達到百分之九十 問題是他得到的是 另外一種叫做溝端螺旋 那什麼叫溝端螺旋呢 溝端螺旋就是在一般動物的糞便裡面 結果因為下雨的時候 然後那些糞便就會滲到泥土 滲到泥水裡 那如果你今天打刺腳的話 你的腳剛好有傷口 中了 那中了以後 所有他去看的前面 從八號花燒到十一號之前 這四天所有醫生給的藥 通通給錯藥 那這個溝章螺旋 他的死亡率百分之二十 那一般登革熱是百分之零點零零五 那差太遠了 所以說我說有時候 我們軍隊真的要小心 我自己有一個例子 我的一個親戚 那也是在這一家 也是在這個新兵訓練 這林口的新兵訓練 也是快要結束了 突然那一天晚上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他整個人都沙啞了 完全都沒有聲音了 我說你怎麼這麼嚴重 用重感冒啊 講不出來 我說不行不行 趕快要送急診 那因為他是北醫的學生 我就直接送北醫 送北醫我就陪他去 結果醫生說 這是肺炎 要住十四天 那住十四天軍隊規定 你請假不能超過十二天 超過十四天 所有你的訓練要重來 開玩笑 那時候我就直接找他輔導長 他說還不行 後來我就拿了一個立委 助理的一個名片出來 他說那這樣可以 這麼值錢 後來我就問他 哪個立委 後來十四天好了 我就問他說 你當初是怎麼的 一共感冒 然後就傳染 旁邊就是有人感冒 就上下鋪 旁邊通通傳染 傳染以後就隔離 隔離以後就是三個 三個就直接就是軍車 小吉普就載著到三軍去 三軍醫院就看一看 就開藥了 就反正你是軍人 就感冒你身體那麼好 有什麼問題 就開藥 開藥沒有好 結果越拖越嚴重 越拖越嚴重 還好那一天剛好回來 不然的話 那會死人 身份證默碼看 奇數偶數分開買 周日不限 因此人潮比前幾天還要多 一開門 鑰匙發放號碼牌 僅100號 大人小孩分開 約有三分之二的人 恐怕得要改天請早 明明是周日 藥局內有五名鑰匙上班 兩個發號碼牌 一個先在門口收錢 減少找錢時間 還有兩個鑰匙分兩邊 讀取健保卡和發口罩 加速流程減少等待時間 二十分鐘內通通搞定 賣場門一開民眾瞄準目標 搶購衛生紙 不到幾分鐘 架上貼出銷售一空的字樣 封牆口罩後 卻出現封牆衛生紙的怪現象 原來是因為網路上 謠傳口罩和衛生紙 原物料相同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以這一張雜只有一粒卡成 登高一呼 別搶衛生紙了 因為衛生紙與口罩 不僅用途不同 就連產地也完全不一樣 衛生紙原料是短纖紙漿 口罩原料則是不織布 兩者差很大 看看貨架上還有衛生紙 真的不需要搶購 不過同樣在賣場裡的觀察 這個貨架上 明明標準賣的是酒精 但卻擺上焦花瓶 因為全民防疫作戰 不只口罩 酒精消毒產品 就連酒精噴瓶也賣到缺貨 雙手正反兩面 噴上酒精消毒 傳承275年的紫南宮賈丁酒 不為武漢肺炎疫情 民眾照吃不悟 民眾摩拳擦掌 工作人員全程戴口罩 用1萬公斤的土雞肉 2萬公斤的米酒 煮出香噴噴的麻油雞 人手一碗麻油雞 丁酒廣場擠滿人 民眾都是來賈丁 儘管今年台灣遇到疫情 但紫南宮賈丁酒 民眾擠爆 來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就連元宵節當天登場的 雲林吃飯蛋 也吸引萬人來品嘗 馬明山正安宮 五年千歲 遭盡吃飯蛋文化節 300年來五股十四莊 輪流坐東宴 請大家賈丁 民眾也值得盡興